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衣食住行无小事 除了食得安心 出行信心都很重要 本港最近引入的士车队制 志在提升业界服务质素 效果是怎样 还要看过才知道 但网上流传的这幅相 有自称乘客的网民 说落车不慎跌了一部手机落坑渠 迪哥尔话不说帮手撩起 如果是真的话 又真是奔至于归 虽然有人质疑是摆拍 但这样分身演出 成本都不低 怎样说也好 服务行业质素是怎样 顾客自有功能 硬不到人的 好了 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新数 记得电邮或致电我们爆料热线 让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主持公道 下次再和大家东夫即应 拜拜 就找东夫即应 他们会即刻回应 有什么新数就找 东夫即应 东夫即应 一定 即刻应 有什么新数就找 东夫即应 即刻应